日本時間今天上午九點二十二分 日本再度發射新型主力火箭H3 从陆尔岛中指导的发射基地成功升空后 当地时间九点四十分 确定进入预定轨道发射成功 H3新型主力火箭是日本近几年 主力研发的运载火箭 渴望取代已经使用了二十年的旧型火箭 成本比现行火箭低了将近一半 更符合经济效应 不过H3火箭其实早在去年就进行首次发射 当时主要引擎顺利启动 但辅助的固体火箭推进器却无法点火 宣告失败 一周前又因为天后不佳延后发射 发射任务一波三折 索性今天当地天后状况非常好 火箭成功发射 也为日后日本太空战略推进一大步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载TVBS就会变得更多